花蓮市长魏家贤为了感谢公所同仁平日的辛劳 也响应此季如素爱地球的祈福活动 日前五间邀请各科室主管一起前往餐厅享用素食 希望更多人每周定期选择素食 从体内环保做起增强免疫力 并且支持在地店家及农民 公所同仁手上拿着夹子 在自助餐台旁挑选喜欢菜色夹进盘中 花蓮市长魏家贤为了感谢公所同仁平日辛劳 也响应此季如素爱地球的祈福活动 因此在日前就邀请各科室主管 一同前往素食餐厅享用午餐 虽然大多数的人平常没有吃素的习惯 但是能一同响应如素爱地球 让同仁们都感觉到是相当具有意义 非常好的 那这一次也是配合实际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我们公所的主板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到 其实素食也是蛮美味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 有很多的原因是来自于可能是动物身上造成的一个疾病试虐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大家都知素的一个方向 那减少杀生 那也可以让我们整个地球能够大家都能够更健康一点 那除了地球健康体内也可以有一个健康的环保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民众 一起都能够在每一个礼拜固定有一天来吃素 对于拼师都以荤食为主的公所同仁 看到素食也能做成精致料理 让他们迫不及待拿起筷子大块夺移 市长威佳贤也推荐几道好吃料理 并且建议同仁多吃蔬菜 也养成扫荤多数的习惯 以互生行动凝聚三念 让疫情能够早日消除 记者许立琴 花莲室报导